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使徒行传》的单元 我们继续来讲《使徒行传》 我们曾经说过《使徒行传》 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部分 特别是讲到他的辉煌史 我们也说《使徒行传》 是使徒们的行传 使徒在圣经里面 根据我们主耶稣的解释 乃是告诉我们 他有一个合场 他就是庄稼的主 所以他需要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专家 他们只收别人所劳苦的 所以使徒们 他们就在那里做这个工作 因为《使徒行传》 那个时候 所有的庄稼都已经输透了 主耶稣已经不光为我们死 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而且升天 所以现在呢 现在他们可以开始起来收割了 所以五旬节就给我们看到 五旬节就是收割节 所以从那个农事的图画和背景来看 现在你看见这些工人们 就在神的合场上工作 那么他们工作的记录 就是整本的使徒行传 那么上一次我们最后还稍微提一点 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把它发挥的好 所以我们今天刚开始 我们稍微再把它补一下 我们说过这个 如果他们是在 是收割的话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圣灵 我们要问就是 到底他们的合场的范围有多大 我们知道这个合场 当然是全世界没有错 是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 不过多多少少呢 圣灵给了我们那个蓝图 到多多少少让我们知道 到底怎么一回事 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第二章 那里讲到 许多人从世界各国来 他们都听见他们自己的湘谈 他们都听见神的大作为 换一句话说 这个因着罪所带进来的混乱 和大家的 和因着罪带进来 就撕裂了人类各种各样的情形 那结果现在就圣灵能做 圣灵的工作有多大 合一的范围就有多大 圣灵工作的范围有多大 你就会不分西里尼人 不分犹太人 话外人自主的 男的女的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圣灵能把合一带进来 因为福音的工作 就是使人和睦的 所以让我们记得福音传到哪里 圣灵传到哪里 合一一定就带到哪里 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虽然这个因着当初人犯罪了 人堕落了 人要见巴别塔 要与神同等 结果神就混乱了他们的口音 那么我们记得那一次 他们是要一直盖盖盖上去 人要从地上爬到天上去 但是使徒行传不是 使徒行传这个圣灵呢 却是从天而降 所以圣灵的工作 刚好跟巴比伦的工作 是完全相反的 巴比伦要撕裂人类 因着语言的缘故 你看都不一样了 但是呢 我们知道说 虽然是各国各族各方 现在呢 你看见 他们都能够听见神的大作为 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个使徒行传 第二章那里讲各个地方来 哪些地方来 你稍微把它分分类很清楚 刚好是东南西北 比方说东地边就是波提亚 波提亚是哪里 波提亚就是今天靠近伊拉 靠近这个阿富汗内带 中亚内带 那个叫做波提亚 马代人 马代人是谁呢 马代人就是今天我们读报纸 常常听到的库德族人 那么库德族人在哪里的库德族人 大概就是在 就在这个伊拉克的北边和土耳其南边 那么而且也是靠近伊朗北边 就是那个地带就是马代人 所以你看有人从那里来的 所以现在你看圣灵 所撒下的种子 将来这个种子会带到哪里 会带到那一带去 所以很明显东方的人 很明显的 你看见现在如果要把福音送出去的话 很明显的就送到马代那一带 库德族那一带 然后伊兰人就是波斯人 也是伊朗 还有呢 住在米索波达米 米索波达米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或者说就是今天的巴比伦 就是巴比伦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河场呢 东边 东边到哪里 东边可以一直到波地亚 快到今天的阿富尔 然后呢 是马代 然后是伊兰 还有米索波达米 所以很明显这是东方 但是神的福音不光是为中方 是各方为出各方的 所以呢 还有北方 北方是哪里呢 北方是犹太 犹太不算 因为犹太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你讲东西南北的时候 可见犹太在中间 所以他算是中央 那么然后呢 加波多加 加波多加是今天的土耳其 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到加波多加去 是一个世界很有名的 这个风景的景点 你可以看到有些 他们因为石灰岩的缘故 所以那里的这个地形 各方面又非常非常美 那是加波多加 还有本都 那本都呢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就在 就在土耳其 我们知道可以 东土耳其 跟西土耳其 那么 西土耳其 我们稍微北一点 那地方叫做本都 那么亚西亚呢 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岸 那么就包括 圣经里面的 以弗所那一带 弗里加 然后庞菲利亚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南部 就是西南部 那个地方叫弗里加 还有庞菲利亚 那这就是北边了 那么埃及呢 这里讲到埃及 那么埃及大家都知道 埃及在古时候的代表 是亚历山大 我们今天讲的埃及 是讲的开洛 那其实呢 整个你读历史 埃及历史跟亚历山大 是不能分开 所谓埃及的艳后啊 Cleopatra 也是在亚历山大 所以那个故事 都是发生在那里 所以讲的埃及呢 很明显就是亚历山大 那一带 然后呢 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 吕比亚就是今天利比亚 我想我们都知道 那么这就是北非一带 那么从那里 就往哪里去呢 就 然后呢 就到了罗马 所以下面说 从罗马的课里 就到了罗马 然后呢 就到了哪里 到了格里底 那么格里底呢 我们叫地中海 今天一个最大的一个岛 就在 可以说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 就在地中海 可以说在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土耳其 跟希腊的南部 一个很大的岛 就叫做格里底岛 那么这个是西边了 所以看得很清楚 西边大家看 从北 从这个什么 从埃及到吕比亚 然后到罗马 然后再回到格里底 所以很清楚的 以谁做中心呢 当然还是 以犹太 以这里的犹大 犹太 来做中心 很明显 耶路撒冷 犹太 就这个来做中心说的 然后呢 南边是什么呢 南边就是阿拉伯人 那么我们这 阿拉伯半岛 根本是在 耶路撒冷的南边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 把这个圣经读一读 很清楚的 这里给我们看 一幅蓝图 给我们看一个园景 那么整个使徒们 他们工作 将来他们要 福音就是要送到 这些地方去 现在呢 使徒行传在那说预言 就给我们看 这些将来 这些福音的种子呢 就送到 这些地方去 那果然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 在这些地方 后来都有了神 都有了神的灯台 都有了金灯台 换句话说 到处都有神的见证 所以是使徒行传 给我们看见 圣灵就是七灵 宝座的七灵 当我们主刚刚升天 好像是被杀的羔羊的时候 圣经说 神的七灵 就往普天下去 所以这就证明 第二章 给我们看见 现在就是神的七灵 要往哪里去呢 就是要往 波迪亚去 马兰去 以兰去 所以他们是来自四方 各方 所以圣经讲的各方 那么还有呢 各国 很明显 这是好几个国家 所以这个整个的 这个范围啊 其实什么呢 其实就是 如果我们仔细读神 就是创世纪第十章 那里不是讲的 七十个国家吗 那个范围就是这个范围 很清楚就这个范围 所以很明显的 这就是世界 福音就是要往 这些地方去 就是要往这些地方去 所以如果大家比较 始终行乱第二章 这个地名 这个整个的地理 和创世纪第十章 你看很清楚 所以你看见 神的目的 就是要把福音送到什么 送到全世界 每一个角落去 那不光是各国 而且各族 你怎么叫各族呢 很清楚的 这里比方说吧 这里的这个 以兰人 我们知道就是 闪人 很清楚的 比方这里的 埃及人 很明确 还有呢 就是 这埃及人 还有旅比亚人 那么很明显的 他们就是 韩族的人 韩 那么闪呢 那当然是很清楚 那么还有亚福呢 亚福呢 很清楚 亚福就是什么 就是罗马 还有哥里底 那么他们是 那么他们 这个 哥里底呢 是靠近什么 靠近希腊 罗马 这很清楚 属于亚福的人 所以闪含亚福 你看通通在这里 所以福音呢 的确是 不方各方 然后各国 各族 那更重要 是各种不同的语言 每一个人都说 不同的语言 让我们看 这就是圣灵 所要做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是世界上办不到 你看今天 美国一大选 就在今 现在美国一大选 你看美国 整个的国家 还要分成两个 每个家庭里面 一个丈夫 如果是共和党 妻子如果是民主党 你看这个家 好像分裂了一样 世界上的就是这样 但是谁能够 把这样的人 能够进成功 做一个身体 如果福音 都送到这些地方的话 你看见 那这个乃是 基督的身体 他们是没有办法 分开 没有一个地理 没有一个原因 能够分开他们 所以你看 圣灵永远做 罪人 所做相反的工作 当人堕落犯罪以后 你看不管人 说了多少的学问 不管有人 有多少学问 人有多少 多少的聪明智慧 但是我们知道 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 这个世界就是 分奔离析的世界 所以这个杯碳 是全世界的杯碳 因为世界就是 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那撒旦的伎俩是什么呢 就是分化 然后征服 Divide and conquer 这永远是 仇敌的计划 所以你要分了再分 分了再分 分了再分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能够掌握 整个的世界 但是你看 圣灵刚好 做相反的工作 结果你只要到 这些地方去 好像每一个地方 都听懂圣灵所说的话 因为都讲说 神的大的作为 所以弟兄姊妹 你可以是共和党 你可以是民主党 但你讲到 耶稣是救主 他们是一致的 你是主救你的 我也是主救你的 弟兄姊妹 也许今天 在这些地方 有一些不同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耶稣基督 耶稣的生命 进到你里面 耶稣做了你的救主 你看见 在这里 圣灵能做一个工作 是世上人不能做的 仇敌 神的仇敌 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但是主耶稣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称为神的儿子 不光神的儿女 而且现在他们 长大成人了 小孩子是要分的 只有成熟的人 你看见 现在 他们能够 做和平的使者 能够使人和睦 所以让我们记得 这就是为什么 圣经常常说 不分西里尼人 话外人 很明显的 不分男的女的 自主的等等 我们在基督里 是一个身体 没有人能分开我们 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特点 这就是主耶稣 救恩的特点 这就是福音的特点 所以让我们记得 因为这个缘故 你看见门出门 就在这个河场里面 就在这个农场里面 就在这个农场里面 那我顺便多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讲到东方西方 有一个人有一个梦 就是要把东方西方 把它结合在一起 有一句话说 东方是东方 西方是西方 好像没有可能 连在一起的 那么在教会 在人类历史上 出了一个人 名字叫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有一个梦 他的梦是什么 他的梦就是希望 有一天东方跟西方 能够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怎么做呢 他以身作折 他自己娶了波斯的女子 同时呢 他要他底下的 这个兵丁 军兵 有十万人 对不起 一万人 他们同样的 娶了波斯的女子 他们以为说 借着嫁娶 现在我们就能 融合成为一炉了 大家知道 今天大家知道的 很清楚 两个人住在 同样一个屋檐底下 夫妇 本来就在两个 不同的屋檐底下长大 他们现在 把它放在一个屋檐底下 我们都知道 这个家庭里面 有多少的问题 整个的世界 有各种不同的人 有更多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有可能东方西方 能够结合吗 亚历山大 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 他以为说 现在可以用手腕 用办法 能叫东西 能够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梦 那个梦从来没有实现过 但是亚历山大所做的梦 你去读圣经 罗马书 或者是 加拉太书 或者是 使徒 或者是 格林多书 你看在这个 希腊设计世界里面 亚历山大办不到的 福音办到了 你看看 使徒行算第二站 那个整个河场 那个范围 是东西南北 各方 然后各国 各族 说不同的语言 结果 你看见 他们能成为一个身体 如果圣灵做工 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你看 这个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 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 那个合一 乃是身体的合一 那个合一 也是圣灵的合一 那请我们记得 这个就是 这个工厂 就是这些工人们 这些使徒们 他们工作 努力的目标 所以 现在给我们看见 好像圣灵画了个 好像圣灵 摆在 这个使徒面前 一个 好像一个大的地图一样 好像一个大的地图一样 那么 这个地图就告诉他们说 那这就是你们的河场 这就是你们的目标 那么 总的来说 是从原心达到圆州 就是说 就是说 是从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一直到地基 但是 细一点来看的话 那么现在呢 好像 圣灵呢 就把那幅图画 勾勒出来了 你如果知道说 这个洪水 你如果知道说 洪水以后 有哪七十个国家 那就是后来人类 怎么样慢慢慢慢的 就开始 开始 开始这个繁衍 这个繁衍的结果 那么分布的结果 那你看 只要人烟能到的地方 福音一定要送去的 那么这个就变成 他们的河场 所以 让我们记得 这个就是整个 这是 这就是整个 整个那个 那个河场 所以当你读完 整个启示录以后 读完整个 使徒行传以后 你就看很有意思的 这就是为什么 保罗 神就找到了一个人 是个世界人 然后呢 当使徒们 把福音送到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的时候 那么接下去的 是谁把他带到地基的呢 是保罗把福音 从耶路撒冷 一直带到地基的 所以你看见 西边就福音化了 那北边呢 很有意思 你如果读保罗的行传 你就知道的很清楚 他到过 庞菲利亚 他福音到过 福里加 和亚西亚 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很明显 是保罗的河场 非常清楚 那彼得呢 如果仔细 大家如果仔细地读 彼得的故事 你就知道 彼得在前面 十二章 很明显 他的重点是 放在耶路撒冷 但是后来圣经说 他到别处去 到哪里 圣经没有说 我们从 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 无论 借着教会历史也好 或者借着圣经 你们所给我们 看的蛛丝马迹也好 你看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说 彼得大概 到了 到了 到了哪些地方 所以比方说 我们看看彼得前书 你看彼得怎么开头 他说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分散在 你看见 分散在哪里呢 本都 加拉泰 加伯多加 亚西亚 比推尼 几句的 我们不知道保罗 我们不知道 彼得有没有去过本都 去过加拉泰 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起码 你看见 说彼得的影响 到了什么地方呢 已经到了本都 到了加拉泰 就好像保罗 从来没有去过 哥罗西 但是保罗的影响 是到了哥罗西 所以你看 这个很明显 是这个工作的合场 所以现在你看 彼得写信 写给这些地方 可见彼得的影响 已经到了哪里呢 彼得的影响 已经到了哪 到了本都 和加伯多加 所以本都加伯多加 大概保罗没有去过 但是彼得是去过的 那么加拉泰 很有意思 这里加拉泰 我们知道 你读地理的时候 小亚西亚的加拉泰 有高加拉泰 有低加拉泰 那么高低 是指着地势来说的 那么低加拉泰 就是南边 比较小亚西亚 或者土耳其 靠海的那边 就叫低加拉泰 保罗第一次旅游 环游 步道就是经过的 就是低加拉泰 那么现在讲到 本都也讲到加伯多加 所以这里加拉泰 加在当中呢 是多半是高加拉泰 所以这个大概是 彼得 保罗没有去过 但是彼得去了 你看见吗 亚西亚 当然这是和保罗重叠的 还有比推尼 这里就 这里又多了个比推尼 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保罗没有去的 结果现在彼得呢 就去了 所以福音很明显的 东边 北边也福音化了 西边福音化 最后北边也福音化 那么东边呢 很稀奇 当你读到这个 彼得前书最后一章的时候 彼得怎么说呢 他说在巴比伦 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 问你们 所以很清楚的 彼得到了哪里呢 彼得到了巴比伦 巴比伦就是使徒行政 第二章的 弥索波达米亚 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 彼得到别处去 到底什么时候去 我们不知道 但是起码彼得前书 可以告诉我们说 的确神大发他到东边去 所以福音你看 东边也福音化了 那南边 南边就是阿拉伯 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们读 使徒行传也很清楚 你读使徒行传 读到有一段的时候 讲到斐利 斐利呢 他出去把他的工作 主要的工作的范围是撒加利 是撒玛利亚 但是呢 后来 使者 主的使者就打发他往南走 往南走 结果他发现有一个太监 要回到非洲去 大概就是回到今天的伊索比亚 好了 那么结果呢 因为斐利靠近那个车子 那么就把以赛亚说 那以赛亚他读不懂 虽然到耶路撒冷 还是读不懂 所以需要有人来帮助他 来跟他解释 那斐利就跟他解释了 那斐利做梦 也没有想到 他就得救了 得救以后呢 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个种子 他第一个种子 就一直送到哪里去 就送到什么 伊索比亚那一带去 所以福音呢 送到哪里去啊 就送到地基去了 你记不记得 这个南方的女王啊 后来不是来朝见 这个所罗门吗 从哪里来的 主耶稣说 南方的女王从地基来 所以到了伊索比亚 大概就是到了地基 所以你觉得稀奇不稀奇 借着斐利 福音最后呢 也传到哪里 也传到伊索比亚那一带去 伊索比亚就是 就是你这个埃及 你到了埃及 沿着尼罗河还在网上 因为我们要知道 那个尼罗河是全世界 最长的一条河 那么一直到上游 然后最后就到了那一带 那么通通是 就是那个太监 他所在的那个范围 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一看的话 这个使徒行传 第一 前面有个叮铃 叮铃就是说 叮铃就是告诉使徒们说 那现在你们有个使命 使命是什么 是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那这是他的使命 而且也是那个程序表 是从中心达到圆轴了 你从耶路撒冷开始 然后慢慢往外推展 这是第一 第二 你的装备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要为主做功的话 你何德何能 能够把世界 把它福音化了 所以需要 等候在那里 要得着 从上头来的能力 圣灵要降在你们上 你们就要得着能力 所以让我们记得 圣灵的能力 比我们想象的大了太多了 我们以为圣灵能力 叫我们兵得着一致 我们觉得圣灵的能力 把我们击倒了 叫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 但是我们忘记了 圣灵最大的能力 就是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最远的角落 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人能够得救 你看这个能力有多大 一个人所以不容易得救 因为撒旦扣住他 捆绑他 不肯释放他 他们要把他放在他这一手里 能做他的顺民 但是弟兄姊妹 这样的人只有圣灵能够释放他 有一个能力 能叫他从黑暗转向报名 他虽然抗拒神的话 但是你看圣灵在他里面说话 这个人就没问得救了 保罗就是个例子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这些门徒们 使徒们要知道 今天你上战场 你不能不带武器 你的武器什么 你的武器不是你自己的拳头 不是自己的才干 不是的 所有的才干 所有的拳头都都放在一边 要得着 让圣灵完全的占有我们 一面占有我们 一面他就把能力赐给我们 那那个能力 能够把福音一直送到什么 送到第一的地级 但是现在呢 就在第一章第二章 圣灵也把那个大概的蓝图 勾画给我们 因为神的欺凌 已经从宝座上打发出去 那么这就是五旬节的事嘛 你去读这个使徒行 你去读这个 这个启示录 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高阳刚刚被杀 现在刚刚来到神的宝座 所以现在神的欺凌啊 欺角欺眼 就是高欺凌呢 就从宝座上 就到哪里 到普天下去 所以这幅图画就是 圣灵降了 就是五旬节 圣灵降下来嘛 所以你看从天而降 所以现在从天上宝座 就打发到普天下 那普天下是哪 这个普天下到底有多大呢 圣灵工作的范围有多大 圣灵工作的范围 就是这些工人们的合场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这个都是圣灵工作 现在一面人得救蒙恩 也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三而一的神 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你只要受割就可以 你只要失去战利品 就可以了 感谢神 那么那个范围有多大呢 那个工作的范围 合场有多大呢 那么这就是使徒行传 为我们勾勒出来的 那么这个光是个梦吗 不是 最后你看神借着保罗 借着彼得的脚踪 还有借着斐利的福音 最后你看见 果然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那今天我们可以做见证 一点都不错 这个今天的福音 比当初那个勾勒出来 那个范围又广了很多很多 我们真是要感谢神 两千年来 你看见说圣灵继续在这里工作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谢谢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江湖的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脱着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色彩湖的地道